鮮魚蛤蜊手工丸 青菜蘿蔔通通有 傳統市場也祭出半價打優惠 原本120元以上的商品 7月份有四天都只有50元 你來賣你賣一拜三 你來拜八 靠50元和這一張券 就能省下好多錢 50元 可以買百塊塊的東西 最多了 回家中是減五千以上的 現在有慢慢有一點 因為疫情比較煩惱 所以說聯儲有慢慢一點恢復這樣 原來疫情的關係 消費者擔心群聚 減少上傳統市場購物 人變少 生意當然跟著往下掉 經濟部跟傳統市場合作 打出半價銅板購的行銷活動 在這樣的一個疫情 就逐漸的穩定的情況之下 那我經濟部結合了全台灣 超過100個市場跟這個夜市 一起來推一個半價購 不過要享受這優惠 上市場的時間 也得來得剛剛好 因為市場在7月 每週三早上9點才會發出 這400張的50元兌換券 早起的鳥兒還不見得有蟲吃 還有攤商為了吸引消費者 拼更多優惠 220 降價到160 以成本價在賣 因為不能只靠週三這一天的優惠 許多攤商主動加碼 希望靠這一招讓疫情下買氣 稀稀稀落落的傳統市場 能多少帶回人潮與商機 TVBS新聞陳其軍紅彩輪 SNG小組台中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貨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請按讚